来,现在我开始录制 像这个,如果旁边有小孩子的话,你就可以把麦关掉 今天我稍微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资料呢,它的这个 是可以让我们来做到什么东西 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画面,你们有看到画面吗? 有,有,有,看到谷歌的 对,谷歌的,好,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资虾的,这个资虾的,它的年纪有分成两种 如果一种是 如果你们一种是用在 你们从这个资虾的网站自己过去的 你们的速度跟价格优惠都没有办法 像我给你们的 一样 哈啰,听到吗? 啊,哪里啊? 啊,这个,这个,让我们看 这个资虾的,现在还有做 我可以给你们拿到不一样的价钱 这个是 一个月,499块 一个月 季度是,季度是 三个月,799 这个现在可以拿 我可以帮你们拿到优惠 700块,人民币啊 这些全部人民币啊 这个现在,如果跟我 注册,1999 可以拿到两年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这边只有一年而已吗 一年,1999 365天,你看他谁 366天啊 你们如果说要认领这个 年度会员的 你们可以找我 我会发一个 特别的一个年纪 他会给你多一年 也就是说730多天 好,这个我们 这个不是重点啊 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数据能让我 让你们做什么东西 好,我最近开始 我上个大概是星期一左右 我就加入了他的会员之后 我就开始通过一个 叫做产品分析 呃,I want to learn啊 你可以关掉你的卖吗 好 现在这边啊 我现在给你们看啊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放来 马来西亚的 在这边我放来马来西亚的 我在这个热销产品啊 我们 我们 我们首先啊我们说啦 比如说我们找一样东西 我们先找一样东西先 随便找一样东西 你们看要找什么 我看找一个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 找一个小型家电 或者是厨房家电 我们找一个最普通的 这个咖啡机电水壶 我们找一个电水壶啦 搅盘机啊 这个搅盘机会比较普通啊 好我们来看 他就会出现了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在这个 总榜单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到 哦 这个 现在啊你们可以看啊 这个搅盘器哦 他统计出来的我给你看啊 这是天榜的就是一天的 我们先看这天榜这个 哦 一天销量71个 这间 在酒后 一天销量71个 我们现在从这个数据方面啊 我先点选给你们看 我们点选这个第一个 跟第二个这样数据 现在这个是他的店铺 我们可以监控他的店铺啊 监控他的店铺 你们可以看得到 你看 日销量日销售额 红蓝色是日销量 看到吗 日销售额 你看 日销量卖到最高90多 日销售额 你看 看到吗 30号那天他卖了71个 就是昨天卖了71个 我们可以看得到 哦 这边第一个 产品追踪 他有做什么广告 看到吗 哦 产品SKU分析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其他的 引流池粉丝看 引流池 这个蛮重要的这个 你可以看啊 他的这个品牌里面的这个 代表 你看到吗 rated mini bitter drinks milk coffee folder formal Mr. Strix office tea time coffee 你看 他的一个搅拌机 他写到很多都是打蛋器啊 这个什么咖啡这个打蛋的啊 你可以看得到 那 他放这个字 在7月1号 有90个人 打过这个字 你们看得到吗 所以如果你们要引流池 这个就是一个引流池 把你的流量引过来的池 你看 他只是一个拿来打鸡蛋的东西而已 你看 他都可以你看 可以放到关系到coffee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才叫做引流池 他的引流池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到 引流池里面啊 你看啊 引流池数据分析啊 放一个mix的这个 mix 你看 你看 有关系到mix的 推存出价 2块8毛多 收缩量有9万多次 你们可以看到 30天 卖了多少钱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100万啊 看到吗 30天这个东西卖了100万 这个有关系到mix的东西 30天卖到100万 所以你的引流池这些东西 你看重要吗 home 东西有没有都放一个home 你看 3000多万 3700万 你们看得到吗 放一个home 所以你看啊 他的引流池 你们看到吗 所以这个书记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就是 怎样仔细优化 你们每一个产品的引流池 title这样仔细放 关键池在哪里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只是产品 我们如果看到店铺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店铺 我们店铺可以追踪他这一家店铺 他的这个店铺 他卖什么东西卖最多 看到吗 除橙子 你可以看 这个就是这家店铺卖的最多的 如果这一家的东西是我也要卖的 我们可以监控了之后 他每一下有做任何的广告 有做这些 这些就是做到home living 哦 home living产品哦 哦 这个 你们可以看 如果你找了这个站点啊 你们找一个啊 产品分析啊 你们找了那种最厚的东西啦 你看 站点的从这边站点啊 产品总量这边呢去看啊 卖了多少点 这些东西 这个是整个站点的分析啦 你们可以看 这个 保健的产品 necessary fashion 这些东西 家用电器 你们看到吗 里面看了哦 最好卖的 home living home living的产品 我已经查了很久了 他的销售额啊 看到吗 home living 两万多件一天啊 这个是一天啊 两万多件 home living 看到吗 两万多件一天 这个是天来的一天 你看到吗 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月的销售数量 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月的销售数量 shopee的这个 各式百 两千多万件 shopee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回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店铺监控中心 产品分析这边 我们找一个 热销量最多的东西 你们可以看啊 这边产品啊 你看到吗 这个龙虎三千 这个什么 我 你看 一天卖了两千多样 你们可以看 飙升产品 热销新品 放新货上去 卖最多的东西 你们可以看 所以你们不要小看啊 这些 这些产品啊 你看都是千多件 千多件的 哦 这边还有的就是流量对比 静电分析就是跟你竞争的 电啊 你给他打下去 静电分析 哦 活动营销分析 热销分析 啊 这个消失就是 什么东西 这些词词语 是最多人找的 Food Snake 如果你做的是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有东西 有放到Snake FoodSnake 你看到吗 找一个字的 一天里面销量 啊 啊 21万件 找Food的21万件 一周 有100多万 哦 30天里面有1000多万 1200多万 你们可以看 这些就是热销池 所以你们的这个热销池 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 只要你关系到你的东西 你一定要打这些热销池的 你看到吗 所以你卖咖啡粉 你没有放一个Coffee 或者是放一个Favorite 或者是放啊 卖米洛 没有卖Joker的 你 真的你的热销池你要改咯 这个是他的这个 啊 他现在的这个 在这一边哦 首页这一边哦 你们可以把这个产品的ID 如果你要找对方的这个产品ID哦 比如你在这个 首页这一边哦 你进入这个Shopee的 你的产品的ID 你看啊 你在这产品这个机家的这个 Home Living的这边这个地方 好 Home Living的 OK 你把一个这个 啊 这边的啊 你看啊 如果你要找一个现在 比如说 什么东西是最好卖的啊 注意这个销这边 嗯 比如说这个东西啦 OK 你把这个东西 产品的ID 啊 产品的ID就是这个 这个产品的ID打在这一边 比如你打下去 你看到吗 他就会出来啊 他就会出来啊 这个 你看 小售数额 你看卖到六千多件 你看啊 这个东西是一块多钱的东西你看 一天可以做多少 四千多块的 一天 都可以卖四千多 这一家店铺 一天都可以卖四千多 店铺ID是这个 所以如果你们再把这个店铺ID啊 那 拿下来了之后放在这一边 这一边 我就是通过这一些东西把我的这个 你看啊 他的这些店 所以你看啊 这一家店啊 他在七月三十号 一天就做要接近两万块 你看到吗 三十天一个月做五百五十八千 所以你们不要想看到这个热手吃啊 他绝对会帮你们啊 Bitbox的这个office store 你看在槟城的这一家 你看 七天里面没有上到新的东西 三十天做五百多千 三十天的总销数量三十九万六千多 有小样的产品才七十四种 你看你们看到吗 啊 他卖的是什么东西最好卖的 啊 这个Bitbox Cuttonbox packing 玩具哦 这个应该是玩具哦 文具 包装啊 文具你看到吗 他卖的都是这种哦 你看到吗 单单做文具而已 一个月都做五百多千 一个月 所以啊 你们必须要去看好这些东西啊 之后 你们要把你们的东西改掉 啊你看 比如说这个 你看 他的这个是属于 Ala Turis Bembalup Hadia 包装纸 气泡包装纸 这个应该是气泡包装纸 你看 那气泡 Potter Air Bubble Packaging Web A Packaging Protative Bubble 你看他的这个名词 很多人只是写一个Protative Protative Bubble Web 你看单单这个东西啊 你看 都卖了三万多件啊 日销量是三个 一周 你看 点赞的人 累计点赞的人都钱多个了 你们可以看到吗 一样产品 而已 你看到吗 一周销量142件 折扣后是一块一毛九 所以你不要看啊 这种一两块两三块的啊 所以你们要记住啊 Shopee的东西要做 最好是做便宜的 很多人不一定只买一样的 好像买这个 买个五个六个 所以你们都不要前去计算啊 怎样子说 啊 送东西哦 直接 便宜的不要做 啊 贵的 要做贵的 我跟你说啦 如果是刚刚进了Shopee的 要去 做生意啦 最好是卖越便宜的越好 先做越便宜的越好 啊 这个就是 你要找你的竞争店铺的哦 找你竞争店铺哦 进店分析 这个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店铺 我全部有绑定了的 我世界全部有绑定了 哦 他现在都有新的很多功能 品牌 你要check你的品牌 行业分析 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分析里面是暂时 目前为止最好用的 哦 目前为止最好用的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导述出来 美食的这个 产品销量啊 你看啊 这个天榜啊 一天的这个 我们放本土榜单 美食这个销量的哦 你可以看 如果你把这个改成 啊 行业分析哦 比如你们现在要做手表啦 我跟你讲手表是一个 非常想象不到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 一天 的销量 2万多 2000多个 2000多件 2500件啊 一个美食而已啊 本土的啊 如果你看放总管单你看 啊 看到吗 手表而已 产品数量 有6万多种 在整个shopee里面有6万多种 6万多种的分类 一天都卖了接近1000个 接近1000个 所以你不要看这些 这些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最好卖的 那个 啊 这个手机平板啊 所以你们啊 这个数据啊 如果你们不要买的话 我现在考虑的可以 可能可以租借给你们 一个小时帮你们去查东西 所以你们看啊 这个手机配件的话 你可以看 手机配件的你看 在整个shopee里面有100多万种 整个shopee里面只有100多万种 平均 产品的大概平均的价格是25块多 你看到吗 一天就可以卖了3万多个 3万的差不多3万多 好 好 产品数有3万多种 它的一天销量是 啊 13 万 6千 136千 babies 136千 3.6万 5万 噢 你们可以看 单单这个手机的配件 一天要卖多少 160万 所以啊 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讲 要怎样子去通过选品 你们不要再像那种 你觉得自己会卖的东西 你们要有数据来跟你们讲 有数据来跟你们讲 有数据要放了 我们就分享了 Kid 你可以关掉你的 Kid 你可以关掉你的卖市 Kid 你可以关掉你的卖吗 我会关掉我的天 Kid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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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Kid 可以关掉你的卖吗 所以啊 你们可以看啊 单单一个手 手 平板的电脑的 你们可以看 所以啊 你们通过这些数据 来去分析 你们到底是什么 你们要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 居家生活的 你可以看 在整个Shoppy这边 除记而已有76万 装饰的东西有400多 看到吗 五金跟这个加起来有630千 63万 研绎的都有33万 所以啊 你们想看看啊 如果你们没有出一些数据 来去支持你们去做这些东西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讲 你的店哦 真的 Shoppy里面啊 有百分之 60 是没有生意的 是没有什么生意的 跟你们讲 真的 好像我们的 好像我一个月啊 现在啊 我的单啊 一个月现在大概是在15 15000 销售数量大概在15000 我只是属于非常低 非常低的那种 非常低级的那种 店铺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看啊 这些东西哦 这边分分钟钟 你们如果从里面去看啊 分分钟钟里面啊 一个月 做一百多万的 一间店 做一百多万的 分分钟钟你可以看 晒仪价 有 一万六千种 你不可能看到完的 你可以看 销售额销量 两千七百九九 你们可以看 啊 你们可以看得到 哦 清洁刷 扫把 单单扫把都 里面Shoppy有 接近十二千 是一千五百 你看到吗 有消量的数量 是一千 五百有消量的 才两百四十五种 你们如果没有去 把这些名词改 或者你们没有 去看这些数据 你们想一下 你们放上架 上到你们的商店 有效果吗 你可以看得到 扫把而已 就有接近 十一千五百种类 会卖的才两百四十五种 你们看到吗 十八千都没有 最多两八千多一点而已 两八千也不到 两八千是 有超过两八千 看得到吗 现在这个数据 超过两八千吗 所以你看啊 这个扫把哦 才只有两八千 这个清洁刷 四万多种 占了一千多种 这个十八千是四千 这个还有三八千多 所以你们要去分析的 什么东西是你要上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上 如果有些没有看 你们 你们 很麻烦的 真的 你们注意看 很麻烦的 你们可以看 哦 除虫小毒的产品 你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数据 这个数据哦 每一个礼拜变化一次 每一个变化一次 你可以看它的占比例 整个你可以看它的占比例分布 哦 你们如果你们按销量来看 数数目字来看啊 看到吗 销售额 看到吗 扫把而已就卖了十二千 销售额 RM十二千 这个是一天啊 应该是一天 啊 不多了 这个暂时扫把扫把 扫把来讲卖了十二千不多了 扫把卖了八万多块 在一个月里面 有十五千种 卖了八万多块 所以你看啊 你们看数据哦 OK 啊 这个 卫生纸 厨房纸巾 有五百多种 销售额这样高啊 看到吗 两百七十二千 啊 洗衣洗衣剂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一类的产品哦 你只要 你只要 哦 这边有十五种 十六种 你把这个 一种超过一百千的 一个月的一种 两种 三种 哦 你看点进去啊 比如说你现在点击到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数据 看到吗 数据看到吗 这一样东西 一天的数据啊 销量 国业三丙数 销量这个 数据 所以啊 你们才有办法 这个 这个是这个东西啊 看啊 OK 卖这东西 谁排第一名 看到吗 谁排第一名 看到吗 Speedmark 买定 看到这些都是有品牌的 你们啊 跟着这一些啊 谁找他 最会卖的 哦 热销产品里面 你看啊 这个 Bamboo tissue OK 你看这个Bamboo tissue 你们把这个copy上来 去找他的货源 你只要他选这边选十种 二十种 排在前面二十种 每一个项目的 大概这边的每一个项目 大概在这边的每一个项目 哦 啊 这边 这边每一个项目 这边有两百多千的 选十种 这边选十种 这边选十种 全部找他最多的来去卖 有可能没有出单吗 价格全部跟他们一样 文字方面 跟他稍微改一点了之后 放上去 多加一些字 多加一些 啊 其他的字 关系到这个 Home Living 就放一个Home Living 什么东西 这样子跟他放上去 哦 有可能没有出单吗 今天我问你们 有可能 没有出单吗 所以这个数据啊 我只是上个礼拜 我才开始用这个 啊 产品分析哦 我从这个产品分析的这个热销产品这边啊 我只是去做这个而已 你看 我只是用这个 我的只是来查这个 给你们看啊 我用我的来跟你们讲啊 OK 呃 我用我的这个运动的来说啦 哦 我以前 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卖的便宜的 哦 是吧 就好像哦 我现在啊 这边啊 呃 啊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之前 要卖 啊 多少钱啊 我要卖 我自己进口的 我要卖 两粒 五块钱 两粒 五块钱 他现在人家才卖一块六毛九 我根本都没有想到哦 他一天可以卖到这么多 这个人 一桌可以卖一百六十八粒 我根本都没有想到 我自己手上啊 现货我都有了 大概一千多粒 我根本都不知道 他一天可以卖到这样多粒 看到吗 四十四粒 一天可以卖到四十四粒 你看 一个月总数下来 三四天 六百八十粒 我放了 我进了这个产品哦 我放了价钱 一粒大概是 啊 sorry 对不起 一粒我要卖四块钱 我们的本钱来一粒 快多钱 我要卖四块钱 快三多 哦 我蹲了大概有六千多粒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价格了之后 讨论了 我跟我的公司讨论了 更改他的东西 把他的这个产品哦 跟着这个产品 这个数量的这个东西 名字哦 拿去做更改 这个 做我们自己的更改 名词 改了之后 你看 把这些名词 跟他做更改 价钱比他卖的便宜 短短的这个东西改变而已啊 我的店里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产品啊 那个 visitor啊 就说人家过来看啊 无端端 只是改了两天到三天而已 我就增加了 大概十八千的这个 浏览人数了 我的到目前为止 我的转化率还有四点多八千 总数还有四点多八千 所以你们说啦 重要吗 现在我可以开放给你们 你们看有什么东西要讲的 你们可以讲来 这个Sherin说什么 来你们可以说了 我只是先给你们讲一个大概的 他的功能很复杂的 基本上啊 我打开一个东西给你们看 基本上这个 他的整个的这个 课程啊 这个资霞的免费的那些课件啊 基本上哦 还蛮多的 他的课件 你看 你们如果学习要这个这份东西的BDF 你们可以跟我拿有大概有五十亿面 他所有的功能他都有教你这样子弄 哦 有五十亿面 教你这样子通过数据方面 这边啊 站点分析 产品分析 店铺分析 人家怎样子 为什么会做成功 还有你要查找的这个行业 你可以从行业 可以从人家的店铺 还可以从啊 那个产品 去做资料的显 则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 首先跟你们讲的就是 啊 啊 你们看 使用私下大数据 为店铺先显品之后 或者是优化商品 哦 现在啊 我从了这边的 这几天的这个 这些搜查等等啊 OK 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啊 本土店铺 你如果一天 没有上 五种的产品 哦 本土店铺 如果你一天没有上五种 跨境店呢 啊 一天没有上到18种 我跟你们讲 没有用 跨境店在一个月多的里面 一定要上到500种 跨境店的流量 比本土店的更糟糕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意见啊 本土店每一天最少要上五种 再改三种 最少要八种 优化 就是更新 哦 来你们现在大家可以谈一下 有什么问题 我把 你们能卖全部打开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哈喽 哈喽 你好 啊 啊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租借是怎么 怎么算法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这个问题吗 一点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哦 你可以顺便 因为我 因为我考虑到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说这个租借的这个 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说负担他的那个啊 钱啊 所以我可能想要跟他申请一个租借的方式就是你们需要去找资料的时候就是给你们用一个小时 我先打开这个文件你们看得到哦 这个 到时我会在群主里面去跟你们说一下怎样的方式利用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个之下最好还是你们可以自己去购买 因为我已经帮你们去探听了其实他现在扣的东西蛮便宜的 蛮便宜的 这个是我绑定了店铺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实的这个是今天我做的生意的 人们币咯 他这边可以分析咯 你看到吗 都是新100%新的客户咯这个 这个是他其中的一个功能咯 他还有一个功能咯 如果做跨境店的咯 如果你们去购买了这个东西还有一个跨境店一个功能啊 我发给你看看啊 实用功气这边哦有一个叫做呃 这个定价计算 这个定价计算是目前为止比那个跨境店的注意啊跨境店的 呃定价计算啊跨境店的 ok 你看啊你输入金额比如说你买的一样东西是人民币说20块钱 ok 对话妈币啊我们讲说马来西亚人民币 比如说现在的汇率是这样子啊 ok 如果要换成大概20块钱大概是换15块多了 我们现在这个汇率计算哦他是计时的 这边第1第2我们的这个啊平台佣金大概是这样子 ok 比如我们这个东西买了20块钱哦 重量一般上大概是所以你们要记得跨境的哦 不要做搭建的产品 那句我已经跟你们说了的 跨境不要选择做搭建的产品 你们注意我跟你讲的这个 哦 这个 shopee哦他的会把他的硬费哦津贴在于体积小的产品 小家店那种搅拌器啊或者鞋子这样子 你如果去做业搭建的我跟你讲 他的东西是业贵的 我有去计算了的好像我们的basket我的basket的fame哦 运输过来了我要负担400多我的basket要负担160多块 他就抽了大概600多块的那个运费 basket的fame而已 如果做鞋子哦 做一件衣服也大概是差不多 衣服啦没有记错应该是在3块多钱4块而已 走空运 所以你们要记住最好是做这个 你们如果做跨境的刚好最好不要做重的东西 home living 小家店可以做哦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们看他这个计算这个价钱比如说这个你重量大概是在80g OK我们比如说一件衣服80g 你的毛利率该是哪一个啊20% 你看就跟你算出来所有的站点你台湾 的硬费当地货币台币要放多少钱 折后啊是这个台币这个价钱硬费要长3块多钱 你们看马来西亚的 OK快2 硬费长价 这个啊 硬费长价快2 这个折后定价19块8毛2 折后定价 人民币大概是30块看到吗 1.53 折前定价你们看在这边 OK 这个这个折前定价下去就是你如果你要打50%的你的东西是要放每些钱39块6毛3 如果你要打40%你是放33块多 看到吗这边全部跟你算了 他的很快的 所以他的大概英费左右是3块多钱的一件衣服 我们以讲大概是3块钱左右 赶紧我跟你算了差不多3块钱 空硬 你们看到吗 他的这个比较 容易 你看到 他这边已经计算好好的 这边呢 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 你们之前都是在1688采购吗 不过全部都在1688采购 价钱我还没有去比较 这个是类似1688的一个新货源 是这个直辖自己建设上来的 这边直辖 这边呢 还有一个他的ERB非常的强大 不过价钱真的是很贵 他的ERB 等一下 他的ERB 他也是有ERB 他的ERB呢多店铺管理很贵很贵 一间店铺99块而已 如果你要超超过五间这样子左右五间啊就1999一年 费用是1999 好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买得过 真的是买得过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不要买的话 你们要先试试看的话 可能 我会开放出来给你们 大概一个小时100块 每月钱一小时100块 好 现在 这个我先慢一点讲 现在我还 跟你们讲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OK 叫做 这个 这个 只瑕西要充值 他就是 类似 会员喔 他就是意识会员喔 好 会员的意思 我给你们看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这个 速效益 我给你们看 这个速效益的 就比较 繁杂不过 他绝对是让你一个 怎样子把那个聊天的力啊 跟你转化成比较正面的一个 一个东西来的 这个速效益 OK 你看啊我绑定了 这个现在他在出书画中 我已经绑定了的 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速效益 这个就是 Shopee的所有的聊天 我4间店铺全部在这边 你可以看 我4家店铺 我现在把他的 系统隔离IP 我的IP全部已经不一样了 我这两间做到那个本土的做到SIB 这两间都是SIB来的 SIB开启了的 这两天都是SIB 所以我的这个 IP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IP了 啊 这个IP 超过两间 如果你在同一个WiFi 很容易被他封电 我相信你们也有听说了 某钉钉 有很多人就电被封 他最大的好处除了隔离IP 还有即使让你 整理整个信息咯 所以你可以看 比如说这个 今天是1点12分 13分我就回了 根本基本上 我只在用我的手机 他这个可以打通 电脑跟手机 所以你可以看 我用一个程式 管托世间的聊天 我这边通知我的订单 他会通知我今天收到的订单 看到吗 这个是评价啦 订单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订单 不好意思啊老师 我这里 看不到你 我不是老师啦 你们不要叫我老师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谐言的 我看不到你的屏幕 只是看到那个什么 MyToys的屏幕 蛤 啊对我们也是 这里只是看到那个MyToys的屏幕了 你们现在没有看到 看到画面啊 刚才你有看到的画面 我这里没有看到 有啊看得到啊 我看不到我看到那个 Toy 它一直在loading 我看到这个吗 我这边也是看得到 看到塑小艺 我看到MyToys吧 我看到MyToys吧 没有看到那个塑小艺 我只是看到那个MyToys吧 如果你们看不到塑小艺的话 你们要退出去再进来 哦 因为有些 谁没有看到的 谁有看到的 有看到的 有啊有有有 有转变了 塑小艺 那看你们的WiFi的问题 你们可能要退出了再进来 啊这个是塑小艺咯 它可以让我的店铺 在同一个 层 这个Program App下面 电脑跟电话都可以打通的 你们可以用这个塑小艺去绑定了之后 用这个程式来去管理所有的这个聊天 你看到吗 好像这个 这个是FORM S2A Cycle 这个是FORM S2A Cycle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它是不一样的 你的信息全部绑在一起 你会乱吗 会拿一点电的信息 你懂吗 没有啊 这边不是有写吗 看到吗 啊 这边有写啊 你按下去 你这个塑小艺就是 就是全部的天铺 共同一起的 在一起 是吗 你的意思 对 对 嗯 不然你们 你们是不是 减费的吗 你们如果要去回人家 你们是不是要退出来这个 资料再进去另外一个资料 啊对 对 麻烦吗 我问你们啊 麻烦吗 这个是免费的 还是什么 这个现在给你 我会发一个链通知给你们 啊 我可以发一个链通知给你们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谁有问题啊 OK 我可以发一个链通知给你们 你们通过这个链喔 现在苏小艺可以享受7天的免费 哦 我一直进我的我的电脑里 我的电脑不要给我 我给他下载怎么怎样子弄啊 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的电脑一直不给他下载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你们要从 啊 电脑啊 对电脑先 你们要从我的链 过去 哦 发给你们的链 我的链是已经我跟他拿了之后有 破解过的版本 才可以在美学用 不然是只能在中国用的 哦 因为我电脑一直block掉 他不要给他下载 啊 你看啊 我在发这一封东西 到你们的这一边啊 这个就是 苏小艺的这个链 你们在上面 之后 你们要先把城市下载下来 你们才可以去注册 你们不要带他那边就去注册 你们要先把城市下载下来 才可以注册 谢谢啊 下载了这个哦 我的shopee的店 edit everything 都要用这个 艺术网销里面 来做edit 对吗 我不可以出回去我的google edit什么东西 如果我要进我的店 去做product啊 去什么东西 做这些东西 只是跟你聊天 跟把你的ip分开而已 product没有关系的 这样我还是要出回去用我的google 然后去shopee 然后login 这些照样做啊 不用在里面啊 因为我是看到 let's say我在 苏网锐里面 我按我的店铺 他会开他自己 在苏网锐里面 我的店铺 所以我可以在里面做东西 这样子 苏网锐里 苏网锐里 你去你的店铺 然后你去按你店铺的名字 然后他会出一个 出 做你这个 没有啊 店铺这边啊 shopee 订单啊 shopee是聊天的 订单只是看到商品哦 按进去的话 处理啊 要处理它 买家后台 那个是进到你的 那个是进 那个卖家后台 不要用这个功能 不要用这个功能啊 因为他去后台 他就会来到这个 苏网锐里这里 苏锐里这里 这边的后台嘛 所以我不要在这里面 处理我东西啊 我还是一样去到外面 这边也可以处理 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就在想他 是不是在这边 那个IP才会 分掉 你处理 你是处理这个这样子吗 对吗 你可以处理啦 不过你处理哦 不过你的网络 进到速销易啊 才到你的 seller后台 对 速度一定是慢很多的 只不过 但是可能这个就是要把IP 分掉的原因嘛 如果我出回去外面的话 有可能我的IP 还是 零堵原本的我 没有他的 这边的IP就已经跟你分开了 隔开了 这样子说如果我去 我就出去的话 我用我自己的Google 他的IP就 隔开了 这个我这么不说 我觉得没有 你 你 我到时候 我再帮你问他的那个 Marketing的人一下 嗯 嗯 因为我是担心我要在里面做才是当着我IP隔开 但是如果我出来的话 我出来我自己的Google的话 做everything 其实那个IP还是一样 其实我不建议你去改这个啊 为什么你懂吗 我不建议你去改这个啊 因为我们如果说要在后台的最好用的还是马六甲 最方便还是马六甲 可是如果好像做一些小小的 我就没有去马六甲 我直接在那边坐坐了 然后我在马六甲那边去同步一下就方便了 不然的话我在马六甲做了哦 如果我去按同步 其实他是同步 shopee还没有改的东西哦 他不是去同步马六甲改了的东西 所以我要在shopee改了 然后修改 偏寄 你在这个商品这边 你只能做就是在线 在线商品哦 我试过我就在线商品里面我做了修改 然后我要去更新哦 他更新回去 他拿我shopee旧的东西更新进来 他不是去update去shopee的 你偏寄了之后 没有啊我有试过更新啊 换新的啊 我在这边更新啊 可是我试过我更新了哦 他拿回我shopee 我变成没有改到咯 是吗 我要去shopee改了哦 我在这里做更新哦 他就会帮我新shopee改了的东西 他反而不是更新 我在马六甲改了 你的意思是 看一下啊 你的意思是 你要在shopee的后台 改了之后 你才可以这边做同步 他这边才是最新的 这里才会update新的 对 对 你是几十做的啊 这个动作 之前前几天啊 我前 应该是三个礼拜 因为我就要update我的 我照片我已经修了 优化了 我就在 我的马六甲这边做优化全部东西 然后我就按更新哦 可是我更新了过后呢 我反而我刚 我之前在马六甲做那 东西 那你看啊 我简单一点啊 我简单一点你看啊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从IP这个隔离的这个 我这边你我试看一下 我如果要从这边去做IP隔离的这个 做update 对吗你的意思 啊 啊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update呢 是 说我要在这边做格做东西 是才会 IP有隔离到 还是说我们去到外面做东西 IP一样有隔离到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他这边授权店铺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你隔离了 我那天是在你用这个数据网的时候 做东西 他才跟你隔离的 如果你出来这个software的话 如果没有错是没有隔离到 这个你要问清楚 不过我的这个software啊 我没有退过啊 我每一天开起来就给他起动了 所以你每一天开起来 然后你要做任何东西 那些你有两间店吗 我要在这间店现在 同时log in两间店 我要在这间店做好东西 他现在你进去的时候 你电脑你一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现在你进入所有 他就已经把你这个店铺做隔离了 那个是因为你在开住这个 然后你在这个网页里面做东西 他隔离 但是如果你只是开住 可是你出去 你用你的google chrome来做东西的话 其实应该是不会隔离的 我这个我再问他清楚看看一下 比如你说说现在你说我这边改一下 我不要改那个主题目 我给你改这个 后面的哈 等下我把它copy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现在我在这个 这个塑小医的这边改 OK我打一个1234567 我可能update 对吗 这个是在隔离的情况下去做修改 你的意思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做update了 之后我在我的这个 马六甲 我看一下 你在马六甲肯定他会update你那边改的东西哦 他是同步shopee的东西进来 你有试过啊 你试过啊我现在看一看 你试过啊我现在看一看 你试过啊 我今天我们这边的网络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现在开不到这个跨境电的这个 这个不懂为什么他一直出现 不会出现这个 这边哦直接他也是像那个马六甲跨境驻手这样子的 你现在这个是你的Google Chrome是吧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这边哦他这边会跑出来一个资料的原本现在跑不出来 现在跑不出来 你是讲马六甲的东西是吧 嗯 等一下啊 看到吗跑出来啊 这个是直辖的驻手看到吗 那 商品ID 嗯 看到吗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直辖的驻手 嗯 他都是数据分析 哦你 呃 你说直辖他就直接带要你绑定了就会出来这些东西了啊 他就是出现到这个你看他的这个SKU分析看到吗 你看啊 Bin Color 卖多少 Red Color 卖多少 Blue Color 卖多少 所以你你如果上架哦对这些资料对你有帮助吗 嗯 看到吗现在跑出这个 可能要等一下才可以跑出来 看一下这个啊 没有没有改到 你还没有update肯定没有改到 你还没有update肯定没有改到 我在这个update了 你要同步 你在这边 你要没有你要 这个同步 你要同步新一下他才会改 这个 不是你的马六甲那边在线商品那边你要同步 我刚才同步了吗 哦 要同步 这个啊 啊 对 对 这个没有跑出来你看 没有 好 这样大家都在见 没错 那么 那个 那边 独装 救命 那边 这边 没有 用 这网络的问题啊 所以你们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诶 偏激 哦 有要改啊 对 这样其实可能我们是要在数小医那边改咯 你的意思 嗯 对对对 可是我不肯定啦 嗯 来 这样你们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有一个问哈 小医哈 你还问七天后要付多少钱啊 他的很便宜的 他的很便宜的 哦 他的 你说数小医哈 数小医我给你看一下 呃 首页哈 我现在发给你们的是有已经我有发一个号码给你们的 你们刚好发在那个聊天里面的 他的这个费用哦 是在 啊 七天里面是在哪里 我看一下啊 对不对这边你看 你们看你们可以这样子 他有八个level的你如果你们一般上 level 1 可以免费给你七天 ok 如果是level 2的话 一年290块 人民币 290块 换来大概码币大概是三 200块了 大概一天是 15块 大概是17块左右 一天 一个月17块左右一个月 这边可以看得到价钱 哦 现在你们可以先去试用七天 我给我的那个给你们的这个 是七天的 我再发一次给你们 我再发一次给你们 可是这个手机下载的到吗 你有事吗 下载啊 我现在我手机也是有啊 我 scan 了 我 scan 了 我 scan 了这个 Android 手机版哦 他一直弹我出来哦 不可以进哦 我不懂 我不懂 我就 scan 这个啊 下手机版啊 对 我 scan 了哦 他就 然后要进嘛 他就弹我出来哦 我不要没有 我接个图过呢 我接个图过呢 嗯 没有 我也是 scan 了 我的手机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set啊 我我我我我现在 用我的手机上这个VOOV啊 等一下啊 我用我的手机上VOOV一下 我看 可以share我的这个手机的片 你能看吗 等一下啊 我已经用在手机哦 当时是怎样只setting的 老实讲 我都忘记了 是吗 我一定頂住了啊 等下我寫一首詞給你們猜一下啊 我寫一首詞給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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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在电话里面哦 可以让我们拍照片哦 拍相机咯 用相机拍照片哦 所以基本上回复可以秒回 就是这样子咯 啊听到吗 哈喽 啊有有有有啊你们看到吗 所以其实这两个软件哦 刚才所说的啦 你们现在如果说 这个数据平台这一边啊 啊他的这个 叫做你可以看得到咯 我刚才说的直辖了 你们如果现在啊 啊现在你看人家 就是这样子回复了的 你可以看 啊不好意思 我现在看到你的屏幕 看不到荧幕啊 啊有了啊你看我我现在是用我的电话回回谈哦 现在刚好有一个人发信息了哎你看我这位马上收到了 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咯这个输消息了OK现在你们看这个啊这个直辖的啦如果你们是现在这个是没有扣了一个月的四百九十九块是没有扣的一个月四百九十九块啊这个是季度就是三个月七百九十九 现在如果你通过我发给你的铃链啊我有发在这个Telestream了的这个你们通过这一边哦啊这个是我申请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账号让你们更快进入如果你们用这个账号前面少了一个低的这个就是原本的这个直辖的对策好我跟你讲是很难进入到他的系统的你可以看这是我申请了特别给我们马来西亚的这边用 他这边啊很难进入系统的很慢的所以你们记得你们如果要要用这个直辖的对吗你们可以我现在确在这边给你们可以在这一边 去看得到你们可以先去注册用给你24小时现在你们一注册一个新的账号可以给你们24小时注册账号的时候记得你们把那边调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不要 这个你们调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你看啊我去申请的时候你看我到明年的7月就完了我只有一个月1999块所以我现在帮你们弄到更便宜 你看我还1999看到吗1999只用一年现在你们1999可以用两年可以用两年你们记得你们输入账号哦那边前面有个选择MY的时候你们不可以放前面有0啊他也可以注册0的因为你们如果注册0的话你就是进入到这个 website你看走到现在走到现在都不会出来的走到现在都不会出来的走到现在都不会出来的如果我点这个前面我发给你们的那个邀请码你看马上已经就可以出来了 看到啊 好 所以你们记得啊这个是我总数哦我我的单这个 所以你们记得你们不要去用他原本的直辖的这个进去 就是不要shopee dog modus 你们要前面多一个tdesk 你们最好是从我现在发给你们的啊这个聊天的这一边啊 我现在发给你们的这个直辖的 好这样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喂听到吗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有点困惑的就是 我已经准备了会进一些那个消毒枪 nano nano 那种消毒枪 ok 就是进货在马来西亚本土卖了 1688进货 所以这个货应该是会在下个月月尾 就是8月月尾会到 那你就是做现货的啦 要做现货的啦 对对对 因为在马来西亚本土有现货的话会比较容易 因为我那时候我没有签那个跨境店铺的配套 我只是签了本土 马来西亚本土 所以但是马来西亚本土会面对一个问题 必须要做预售 预售的话很多很多买家看了过后呢 他们都不敢不敢太大的兴趣 所以只有唯一自己丢一些本钱囤货回来 只有做现货 你这样都已经不在意做一键代货了咯 你就是属于做不是一键代货了咯 这样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也要做一键代货 就是不需要囤货 不用太大的资金 那我就是一个问题 货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那如果是从1688 1688一键代货回来马来西亚肯定要 set 15-20天的预售期 本土的哈 15-20天啊 差不多哈 OK 最稳的啦 嗯 啊 这样的话呢 就很难吸引到买家来下档 因为那个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你可能你没有去做资料搜寻咯 现在我们已经几步可以跟你讲了 你没有去做主要搜寻咯 你自己去搬货进来 你有很大的风险 当然你有放在现货 你可能会比没有现货更容易卖一些 不过如果你的价钱啊 是无法跟现在现有的现货来竞争的话 你可能这一个票啊 你就是放这很久才卖了 你知道吗 嗯 嗯 所以这个数据就好像说比较重要咯 比如说你看看啊 你可以从这边实时攻击这边实时排名 OK 看到吗 关键词 这个排名 是吗 嗯 关键词消毒枪叫什么啊 消毒枪 嗯 消毒枪 nano nano mist spray啊 这样的字眼 这个 是吗 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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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然后spray gun后面放到一个GUN 看到吗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嗯 啊 你看看得到吗 现在 产品ID咯 OK 你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产品ID了吗 这个是监控 监控就是你锁住这个产品哦 我们现在先看产品ID先啊 OK 你看这个啊 嗯 是排名第一咯 这个 啊 一天卖320个这间 他排名第一是因为他的产品 排名第一还是他的店铺 还是那个产品 这个产品 现在讲的是这个产品吗 嗯 一天销量320个咯 嗯 有做广告吗 有吗 有吗 看到吗 这个是属于 蛤 是否广告会有 哦 有广告看到 啊 看到吗 嗯嗯 啊 一天卖2万多块钱 售价49 你要卖多少钱 你卖多少钱啊 如果是现货可以卖 40 49到50多吧 啊 就是说你要跟这个这个咯 所以你把他这个名词抄下来咯 所以你讲这个数据重要吗 嗯 嗯 看到吗 嗯 嗯 嗯 给你看 OK你现在在这边咯 你看在这个首页这一边 开多一个出来 你把刚才copy的那个ID放在这边 你就可以查到了啊 你看 看到吗 这间店了 嗯 啊 这个店铺名称叫这个 产品追踪 你现在看 他的销量 他们都是现货的吗 应该是现货咯 这个是local协会来的咯 嗯 他放到这个 那 因为我去做一些research啊 那些也是卖同样的 类似这样的产品的 那些消毒厂 他们是做 预购啊 他们的 他们的量不会太大的 而且他们 嗯 嗯 close down的机会 也不会算很多的 你是啊 如果说 我如果做 我有办法算了之后的 这个东西 价钱可能是在 啊 30多块 40块 有效果吗 嗯 30多块 你看啊 我这里进货 大概是一把枪 在自己 从代运回来 的话呢 本钱大概是要整30块了 本钱省30啦 嗯 都已经到我这里 如果是我建议 像这样的情况下 对吗 嗯 你既然是本钱 你本来都以前不讲 要做本钱 现在是已经有出了本钱 是吗 是我啦 我就是卖30多块 卖30多块 赚一点 我就是卖30多块 我把它这个当做是我的新店的 把人吸引到我店的 产品 嗯 所以你现在 你就看得到人家 卖多少钱 卖了多少个 你有把握 在价钱跟他玩了 对吗 嗯 啊 所以你讲他 数据就是重要性在这里咯 是不是 嗯 他可以卖30多到40块 我应该卖49吗 原本哦 你进来哦 你打算是卖一个50块吗 如果你是50块 你卖一个50块 跟他卖50块 然后你觉得顾客会选你 你还是选他 肯定会选他 因为他的那个 Rating很高吗 是啊 如果之前你没有数据 就去分析来讲啦 你在做的东西 你进到你在这边 他竟然会选他 也表示你卖的会慢吗 嗯 他已经赚了钱了 他可能叫他放这几百支 他是没有问题的 对吗 因为做惯了吗 是吗 嗯 啊 如果换成是你 你可能放一个100支 200支 被打喊了的 对吗 嗯 这样已经你去进来了 就是直接这个价钱啊 嗯 就是以价钱来跟他败了 因为我是新 属于是新手嘛 对啊 所以数据的作用就是让你去选择 你应该要朝什么方向 你要丢多少钱 要有一个数据来跟你讲 你就知道你的价钱多少 如果他卖的是50块 你卖的是38块 35块 有可能你会 你不会卖吗 现在不能赚钱 只要我货能消掉了之后 到时候 才慢慢的去找能赚钱的 你的有名声了 你的粉丝多了 你的这些review多了的时候 你还怕没有生意吗 嗯 所以数据我跟你讲 非常重要的数据 啊 除了这个产品以外 那我还有进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说的 那个叫 Clorine Dioxide 属于在国内 他们叫84消毒液 消毒液 就是消毒一粒粒的白色的东西 Clorine 啊 对啊 你了解这个东西吗 没有 我不需要去了解 我只要通过数据去找就对了 OK 这样我想麻烦你打这个 这个字进去里面看看他那边的数据 他的 就是他 你打下去啊 我随便给你听啊 C-H-L-O 等一下等一下 All-in 哦 那个三度化什么的啊 C-H-L-O R-I-N 对什么 C-H-L-O R-I-N-E R-I-N-E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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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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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ok我,打对了,DI,然后O,X,这个啊,这个名字,不是X,不是,打差,打差,XX,对,然后I,D,E,I,I就是,呃,黏着的,黏着的, 对啊,啊,你看这边有啊,Coreign Base,30天卖,这个卖最多了哦,这个,啊,啊,嗯,是不是,他是这样的东西咯,因为他能够变了那个, 药原的啊,药原的啊,对,药原的,他是泡酱水里面的,我有很多啊,我有很多啊,你也是有货啊,有啊,我的一罐,呃,30多块啊,30多块,他是8%的分量吗,它的味道跟那个,那种小毒医院的那种一样的,Coreign来的,对,Coreign来的,嗯,我都忘记我的照片在哪里了, 哎呀,我明天,你,你到时候啊,我拍照片给你,我还有剩啊,我的小毒液全部是自己餐的啊,我有卖自己小毒液啊,你看,卖26罐,一个礼拜卖26罐,小毒液,你看,他不多啊,不,不,不, 一个礼拜卖26罐啊,嗯,嗯,哎,差不多啊,好像一,一,一波多好像500粒又对了,他丢进那个水的,那个,过滤水那边哦,他就是形成消毒液了, 就是把那,他,他,他,泡在水里面,他,他是soluble的,吗,很荣性的,嗯,嗯,过后你可以放在那个,消毒枪拿来碰,他是很经济的,一个,一个消毒的,的,的东西,他不用去买那些消毒液,因为消毒液一桶这样,二,三十块马币,嗯,他这个一瓶,才,才,如果是一百粒,市场我 survey过啊, 他们的价钱,有些卖十二块,十三块,十八块,甚至有些卖九块八,九块九,一百粒的,嗯,他一粒能够,呃,呃,呃,水溶性,你是配合一个liter的水,就可以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经济,如果一根那个消毒液来,碰,的话,他会,便宜很多, 那是一桶四个liter的那一种啊,哦,是哦,我知道啊,这个我有卖啊,我到时你,你联络我一下,我,我才这样子,我,这个其实我也是,刚刚下午的时候,我已经,下,下了订单,从,没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个,这个,这个,那个,要查数据的,到时我才跟你讲一下,好的, 哦,你们需要这个文件的,你们可以跟我拿一下,这个文件,哦,可以啊,OK,这样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们现在懂了吗,通过数据哦,你们可以去,做更有把握的扣价,要扣多少钱,要这样子打广告,什么关键词,打了之后会有几多人看, 他这个全部是这个直辖是这个Shopee的整个后台的一个合作伙伴来的,是目前为止是最好用的这个店铺分析的,还有一个电巴啊,电巴是啊,根据你的那个订单数量来,抽你commission的,那个是最好不要的, OK,嗯,嗯,嗯,还有什么吗,你们还,其他还有问题吗,像这个,这个科技,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PDF,你会发在哪里啊,啊,呃,你们才跟我在WhatsApp,或者在,那个, Telgram那边,而由用的,Eup Group,那盘总理的差不多,你们有App 跨境电商和本土电商 其实跨境电商 它要做的东西也是很多 也会比较复杂 跨境不复杂 跨境比本土的 这个E-SOUL还简单 而且全部都是现货 我现在跟你们讲 接下来 你们的物流方面 如果你们可以自己采购的话 我这边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采购的话 如果你们要采购的是 广州深圳一带的 这个物流 你们都可以发给我 我可以帮你们做到 而且是很快 而且是很快的 这边有一个 给你们看一个物流 给你们看一个物流 果冰 冰果 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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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看啊 我上次已经处理完了一个订单啊 要等一下啊 我一天 它的order走了 这个各天它一发货 我的就已经 叫Shoppy去发一个 发货通知 通知我的buyer 一天我就发货了 这个是一键代发 一键代发 跨境本土都可以用 本土的是 本土E售的也是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我帮你去把这个物流的东西 它这边也是一样的 店铺授权的 你可以看 可以店铺授权的 啊 这个是本土的这个E售的 这个是我的跨境店的 我已经授权了的 所以它有订单的时候 它就会过来咯 这个 这边呢 小箱供应 哎呀我都忘记 我的这个是什么号码 我都忘记这个号码是什么呀 哎呀这个 这个本土的E售 我都忘记什么号码 要去查呀 这个这样 这个是做本土E售的 它可以让你 所以 我现在在自己做ERB 我跟中国那边合作做ERB 以后连采购 我都可以帮你们采购 就算本土的做法也是会很快到 送到马来西亚了 对 其实大卖不会很慢啊 大卖 大卖也不会很慢啊 只不过大卖是 它的问题是在于 它的人员啊 反应全部很慢 它的货仓很远 因为你看 大部分 呃 卖 比较 比较多东西 比较多资源的 就是在 在广东啊 或者是 广州一带啊 或者是深圳 它定了在那个 属于北部 靠近上海那边 那边的货源 是没有那么多 坦白说 呃 对 广州 广州这一带 小电器 小电器 这些广州 电子的 在广州比较多 呃 他们比较集中 对 但是那个住家 他告诉我说 那边 呃 大卖的 仓库那边附近 是因为那边是 呃 电商是非常活跃的 但是我进去里面看了以后 大部分的那些 supply啊 都是不是我要找的东西 来的 对 因为他们他们工资在那边 他们就是要叫你导致 尽量 你要靠近 所以期货也比较快 对 因为我们订广州的过去的话 就多很多天了 所以 就是就是我还没有 呃 参与大卖之前 我自己有一个 forwarder的 他是在 广州的 呃 就是在广东一带的啦 我那边大部分拿的货呢 我就交给他 他 我以为他来帮我forward回来咯 如果是叫他们做的话 我进货回来 都是走海运咯 如果你自己懂货 一定要走海运啊 你 我跟你们讲 你们听我讲的句话就对了 你们如果要做跨境 要做本土益售 你们不要去看说 怎样只让印费更便宜 因为我可以跟你百分之百讲 你们走海运是便宜 不过顾客cancel你的单 更大 做本土益售 对 你的东西 你们想看 你们的那个 要shopee发 那个好像我们现在的 在本土的现货的 我们把他拿去那个 J&D的时候 他那边一scan 他就shopee就通知 buyer说 你的supplier 你的sever已经发货了 对吗 你的那个跨境 本土的益售的产品 是从中国 寄到 Malaysia的 这个J&D的时候 stock的 它的总为号的时候 他那边才scan 所以这个就 如果你们走海运啊 要十多 要十天 十四天 你想看 他的顾客没有收到一个 notice 说有一个单子 这个单子已经报复情况 如何好的话 他随时都可以取消单 就好像你们现在在 Google的 你们的东西 还没有拿去到 你们的那个 shipping provider那边 shipping company J&D 这个过程 你还没有拿过去 之前 customer是可以取消单的 不过如果你已经拿去 他已经scan了 对吗 他这边是不能取消单了 他只能等到收到的时候 他才跟你argue 如果走海运的话 就是我批量自己进货 就是才走海运 如果是一键代发 就不能走海运 必须要跑空运 一键代发一定要走空运 所以不要去问说 如果一键代发我走海运 比较便宜 顾客会比较接受 我可以跟你讲 顾客跟你退单率是最糟的 这个不能选择 这个方法不能 实定的 很多人都 之前都不听我去讲 这个自己去走海运 最后就是这样子 必须要空运 因为空运 虽然是贵 但是也是羊毛处在羊身上 算在顾客的那边的 他只是要快发货 快收到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记得 你们真的做东西 现在是阶段 你们不要去想说 我要怎样子赚钱 你们要想是 我怎样子保持我的资料 就好像你有这个 支架的这个书记 你全部上架的东西 是现在支架一个礼拜里面 Shoppy一个礼拜里面 最特效的东西 有可能没有出单吗 我问你们 有可能吗 你上200种 全部是特效的东西 有可能没有出单吗 不可能的事 如果是花近的话呢 就能够做得到 如果自下的那些资讯 可以立刻可以采取行动 那如果预售的话 肯定会慢三拍 没有啊 你移售的话 你可以价钱放更便宜啊 嗯 环组移售 价钱更便宜 等一下你就通过 那个速消息 来做记事会 每一天都发给那边 说你的订单已经走了 你的什么已经走了 你的这个债已经在过程中 你一直跟他做沟通 就没有取消了 了解 所以这个数据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可以买得过的 真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放在我这个数据 放在那个Facebook 估计都已经有10多个买了 你知道吗 全部都是买1999的 1999 因为现在你买一年送一年吗 不过我要跟你们签你们啊 要做这个Shopee的跨境的 你们一定要抱着那种啊 你每一天最少要抽两个小时 来打理这间公司 来打理这个Shopee的店铺 最少两个小时 如果啊 是属于那种 什么三天赛网 两天打一啦 参凶一家啦 最好是不要做 我没有骗你的 因为我从数据那边 已经去看了啊 真正的你可以看哦 像刚才那个扫把 Shopee里面有1万 要接近是1500个产品 对吗 真正会卖的才出245个 都不到2% 那其他者是放在做什么 对吗 对吗 大海捞鱼啊 大海捞鱼啊 大海捞鱼可能都没有这样惨啊 大海捞鱼啊 你丢了几十次还有捞到一只啊 这个可能丢了几百次都没有捞到一只啊 跟你讲 听不清楚的 听不清楚 在这段时间呢 我有搜索到一家 类似好像 一定要打广告 好像是 自家的那一种功能的 他的公司的名字叫 东南亚123 啊 叫做DNY123 啊 这个我还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只是 草草了是看一下吧 他的那个 是属于这个 Shopee的认证的 数据嘛 后台数据嘛 你看到吗 这个Shopee的 这个ModuleX的前面也是放Shopee的 看到吗 哈喽 有听到吗 哈喽 没有 现在没有荧幕的是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分享荧幕 只是声音 我这边的网路有问题 是咯 没有刚才我是说 就说我们这样子多多话 我们还 有没有需要向他们 听不到 听不到 我听不到了 他是问说 不要打广告的 你可以打不用钱的广告 你就用马六甲 以RT来打 那个不是 那个是指鼎啦 那个好像不是广告 老板 他讲 他讲是 问你要不要打广告 他不是讲打广告的 其实主要是 其实我跟你讲 你们最主要的 我分享一个这个东西给你们看 不一定一定要打广告的 你知道吗 你们很多东西可以用免费的 这个免费的 我现在跟你们讲破 我先给你们听 OK 你们注意看 现在你们看到画面吗 看到 看得到 来 我跟你们讲 你们看 其实你们有一个动作叫做免费的广告 你们首先 你们注意看 你们的这个 你们把你们的product这一边 通过这个数据的去 这个这个这种叫做关键词 对不对 我刚才给你们讲说这一边 对不对 是吗 关键词对吗 OK 比如你看我现在打一个bicycle 先啊 我我我 我说是一个bicycle light L-I-G-H-T 嗯 L-E-D L-I-K OK 你们看 这个东西你们可以看得到 对吗 现在我如果有卖掉这个灯 哦 我看一下 OK 你看 详情 你们可以从这边的这个关键词这边哦 引流池分析 啊 你们可以做的 现在你们可以做的 就是看这种数据了之后 OK safety light 但很重要的部分 RAM也可以重要 所以你就在这边 把你们的产品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 假设是这个 你们要在这边下面 把这些关键词打进去引流池来的 打一个has code 这个是免费的广告的 就说刚才那个L-A-M 去PRIAM 打这个has code 你们这个就是关键词啦 或者这些东西 你们一定要有涉及到这些东西咯 所以真正的 真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在这个 product name这边去做优化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们必须要做优化的 很重要的这个东西 这边就把这种关键词引流词 全部放在下面 你的人自然会多 听到吗 你们这边有看到吗 嗯 有有有 不好意思啊 想请问一下 这里的会议还有在进行吗 因为我这里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有啊有啊 有听到 那你看这个 我的今天的 三百多个人 我卖的是冷门产品 现在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引流词 这些题目改成是 人家可以接受的 Mr.C 嗯 当然你讲到那个hashtag 然后后面打字 我有看到别 我看到很多卖家 有这样打在他的 就是他的介绍 产品介绍的最下面 打很多 所以那个字有作用的吗 就是他打可以打很多字 不过如果他打的是在这边 没有看到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直辖吗 他的这些字 不是属于说人家 好像他的这个是 类似说 打这个lame嘛 你看他7月1号 有97个去手行这个lame这个字 你们看他懂意思吗 你可以打了很多 如果是出现零的话 这样你放在几多都没有用 所以之下这个就是让你来做你的这个资料 来做你到底你这个产品要打什么字 你打的字这边出现的次数越多 是不是等你人家在帮你免费做广告 因为他只要打这个USB出来 会出现这样多个字 看到吗 led like 看到吗 没有人去搜寻产品 跟你打这个 打这个品牌出来 他都不知道什么品牌 他就是打一个 他现在是要找灯 他就买 打一个灯字下去 所以你的产品 你就要有一个灯 你这个放的名词就要有一个 可以接受 可以比较多人搜寻到的这个字体 那你的产品的曝光力就多 再从这边去分析你的对手 他是做什么 这边你可以监控中心 你找了你找10个人 找了时间店 那时间店都卖的跟你差不多的 你就跟他监控住 这个 这时间店 他可以控制时间店 这时间店 一上新品 一做广告 一条价钱 他马上会通知你 所以我就是讲到完最后一句话就是 你们如果这些产品全部有数据来 support你 要卖多少钱 要卖便宜 要卖贵 要什么都有数据给你 你有可能你们不会出单吗 你跟我讲 有可能吗 嗯 了解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是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来增加你们的订单力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产品监控 这个是店铺监控 这个是品牌监控 看到吗 关键监控 关键持监控 所以刚才那个随问的那个消毒枪啊 你就是要产品监控 对吗 对吗 OK吗 今天 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们谁有意思说要看租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你们跟我讲一下 到时候我才安排看一下 一年送两年了 一年送一年 一年送一年 一年两年 现在是1999块 一个家庭两年 年度就是一年的意思 你懂吗 人民币啊 人民币 人民币 你们点下去 它是给你一年的 我要点下要你们 你们一还了钱 你们就要发你们的那个说 你们已经给我的那个 screenshot给我 我就跟你们去申请两年 这样子再多送你一年 就是现在1999元也是买一年送一年 就对了 你可惜啊 下面有一个试用会员啊 我们可以先试啊 是啊 现在你用我的link进去可以试七天 一天 保二十十小时 OK 这样你会share out这个link给我们进去 我很早就share了啊 能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吗 这个这个 呃在哪里啊 啊这个这个你们记得吗 你们去符合我的这个 啊 telegram的这个group 应该你们有进去啊 他就会share出来给你们看了 啊你们点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link 这样你 OKOK 谢谢 那个 那个是你的那个1919 199 呃 买一年送一年的那个是 到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这个出账 我没有去问他啦 不过他目前为止他没有通知我啦 你们我建议你们不要拿钱 你懂吗 你们先去试用 买一个二十四小时 如果你已经查到你们要的 你们就不用买吗 是不是 所以我要问看看是 你的expire到什么时候吗 我很想说 没有没有 我说说你们不管你expire在几时先 你们先去免费先拿二十四小时先 嗯 先去用二十四小时 哦 一定要一定要进我这个啊 才可以有二十四小时的啊 而且速度是快的 这个 这个server是在mecure的 这个server在mecure 他是一直那 那个 如果我们搜索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loading啊 会比较慢吗 呃 你在用mecure的这个server的 用我这个发给你的mecure server很快 不会慢 你可以跟我现在一 蛤 什么 我就是用你发来的那个link 但是他 我用你发来的 你是用手机吗 我不是用手机我用电脑啊 电脑 你你的前面的这个有没有前面有多这个吗 你看一下 有一个D的是吗 有D-desk吗 有一个D-desk吗 有吗 可能你现在刚刚第一次进他可能会比较慢啊 这个跟电脑的 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你的电脑如果比较旧的哦 他可能会比较慢 OK 关于这个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电脑还没有开成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电脑你这个啊 改你先的啊 VST啊 是你啊 不是我的店铺到现在啊 我还没有店铺刚刚前上大卖配套是不是你 不是不是 我的店我是拿那个1999的那个 但是我到现在我的店铺他还没有给我 我没有店铺我也不可以开 那么我后来我问 你说大卖的啊 你是说大卖的 大卖的 大卖的 你还多少钱啊 1999 美金啊 399的啦 人民币吧 人民币1999这样是399也不是啊 新币吧 新币 新币多少钱啊大概 千多块 我是那个跨境的那个 新币1999大概2,000块 好像是这样 这样每次的钱就差不多6,000哦 我是跨境的 跨境他有一个 一个价钱的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你不要去等到跨境 你先用你开本地的先来试试看怎样子做shopee 你一试之后哦 你就开始对于你的跨境哦 你你会想很多东西好的 你现在啊你什么都不动哦 你去你要等到跨境下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没有电耶 他现在他没有给我电 他讲啊 我听了 我听了 Logal电你可以自己开的 不用他给你的 Logal电你可以自己开 不需要他给你 Logal电怎么开 Logal电怎么开啊 Logal电你可以去 去那个星期账 Logal电她一下 OKOK你联系网 你叫我去下去那个 那嘛 你是在那个whatsapp group里面 你是在whatsapp的group里面 我是在里面 我是在whatsapp group里头 但是我我这几天哦 联络他们 后来我很生气 我讲他们 她讲她的微信被被刁了 所以她又叫我去那个什么 叮叮 但是叮叮我又进步 没有丁丁 你们看啊 我已经用丁丁了的 你们看 很多东西 我已经自己现在用了的 丁丁真的比 这个微信还好用 丁丁在哪里 但是我丁丁进不了 你是下载 那么大叫我 我丁丁文版 还是丁文版 你们现在有看到吗 丁丁的画面 那么我的丁丁也进不去 我都进得到 我今天下载 OK 我们要下载 国际版本的开始 你们要去下载 国际版本 然后依照我开个户口 我开个户口 你要注册一个户口 你要跟阿里巴巴 申请一个户口 不可以的 我现在在那边 一半一半的 没有啊 你进来这个丁丁了之后 他这边就叫你输入 你要注册一个户口的吗 我可不可以通过 after这个课程 我明天呢 我用那个 这个就是 从video call来边 Mr.C 我想问一下 那个丁丁是另外一台的事吗 还是在微信那边可以 丁丁 因为我也是 你们把丁丁看到是一个 一个邪旗 一个整个很大的旗翼 里面有 可能是有公司 有学校 他现在这个 好像你们现在看到画面吗 有看到我丁丁的画面吗 啊 有 OK 他现在这个就是 有些是公司 有些是学校 有些是什么 你懂吗 他是一个工作台 OK 他的意思在这样子 意思就是 你进到这个 他这边可以打卡的 你知道吗 他如果还有东西 你要去报到 你进到课室里面 要报到 要打卡 要什么 全部在这边 他的文件 他这边所有的文件都有 我给你看 我现在上了另外一个课程 叫微课 你可以看得到 人家的文件准备了几多 看到吗 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有 现在老实讲 什么东西我都有 这样子定价表 人家的这个做的表 比那个大卖还好 OK 你要下载什么视频 我们这两天在上课 我每天要上课 大概三 两个多小时 你看 这个是最新的Shopee客键 这个是今天我上的是 解答课 入播 这个 这个你看到吗 今天 昨天 昨天上第三课 他马上就已经放出来 我这个可以下载的 看到吗 我可以下载的 这个 这个是什么课程来的 这个类似你这样的课程 不过我是跟你们讲 你把它看到一个整个 一个奇异 一个 一个住家 一个 里面有几百间公司 你 你怎样子进到这间公司而已 你懂吗 他现在是开了一个群 就是说一个 班 一个班级 他的这个班级 就这个是开了一个班级 这个班级 这个班级就叫做这个5点19号 我是5月19号才报名的 D2710是我的学号来的 好像是 这个课程要多少钱啊 没有啦 这个顶顶不用钱的 那你上课 我的这个课程贵咯 这个课程 我这个课程要5000多 人民币什么店都没有啊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我已经有办法教你们就对了 我建议你们用电脑去下载 去下载电脑 丁丁先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你们看 你们在这边哦 你们打一个 这个 这个 丁丁 丁丁 看到吗 丁丁打下去 这个 这边 先去导入下来先 OK 跟他导入下来先 从这边进去 之后 你进到account了 你才从 你的手提电话 去下载 下载 也是要进网页 不是进那个 Google Google 费这些啊 我跟你讲 进好之所以 他很难去注册的啊 你们注册 你们先用电脑这边 去注册就对了 看到吗 也是属于阿里巴巴的 我因为容易进的原因 是因为我用支付导的 支付宝的account进去 比较快 我支付宝 我也去注册 但是也是注册不到 所以我是想说 你是用手提电话注册啊 我用手机 我都跟你讲 你要通电脑前去注册先 电脑电脑 我是电脑注册 电脑你不要在网页 你要下载 你懂吗 我可不可以明天 用那个video call 我做给你看 你帮我看一下 看对不对 这个我要看明天的时间 我排到满满了 因为我的明天课程 要上大概四个小时 没有关系 你先WhatsApp给我先 看我看有没有办法安排到时间 或者我配合你的时间 你看你大概几点有空 我不知道 我配合你的时间 因为我明天还要去做packing 因为明天我的电子没有开的 是我自己做packing的 我现在都大概有六个单要自己去做packing了 你WhatsApp给我 或者你联络Jessica一下 你联络Jessica 至于你要讲彩电 晚上的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钉钉可能不太重要先 你知道吗 没有我的Payla 我的支付宝也开不了 还有他叫我开一个 好像收钱还钱的也开不了 所以 那个住教那边 大麦的那个叫我开 你上了多久啊 你上了多久啊 其实我是一个月左右 但是因为他的上课时间 我都没有办法上 我都是看重播的 我都是白天上的 你已经上了一个月 其实课程已经上完了了 是不是这样讲 是完了 但是我刚刚在上个礼拜 才做完19课的那个功课 因为我只有白天 你觉得他现在给你电 你也懂操作吗 要慢慢咯 要一直看回他的重播 一步一步来跟咯 所以我跟你讲 你的方式 你希望说 叮叮 你先暂时不要去 叮叮 你可以慢慢的时间 去进去 去检查 去进入 你还可以大把时间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操作的经验 但是我连店铺都没有 他没有给我店铺 你本土的店铺不需要他给你 你联络DESICA DESICA会跟你讲 明天我联络他 你WhatsApp这边 你看 这个WhatsApp这边 你的是什么电话号码 我是新加坡92307788 等一下 你是马来西亚哪里啊 927889号 DESICA是新山 92788我的电话 DESICA我有啦 我在那边 App里头每次有看到 她的东西 Amy938什么的 92307788 来我发给你 等一下到时 我等一下有空后 把DESICA的号码推给你 OK DESICA号码我应该有 在那个App里头看得到 可以可以 这样没有问题 OK 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其他 有一个问 我可以联络哪一个负责人 关于直辖 Mr.MissGray 你还没有店铺 你要联络直辖 那这个MissGray 我跟你讲 你应该要先开店 你现在给你去用到直辖 你是浪费时间的 你的24小时是浪费掉的 你可以WhatsApp我一下 Mr.MissGray 你听到吗 听到 是我听到 我很confused 现在 我以为这个是大卖的group 因为有人把我加下去 那个大卖YAP group 所以我从刚才听到现在 我很信 我刚刚才sign up 大卖三天罢 我听到最后好像是别的东西 没有 大卖的我们这边 全部都是大卖的企业来的 只不过 但是 大卖给你们的东西 真的会让 送到你们乱的 你可以问这边所有的人 你可以问的 我以为这个也是 其中一个大卖的上课 我就坐着一直听听到现在 我看 我就觉得好像 不一样 不过 Anyway我也有兴趣 因为我一直在大卖 才三天而已 我也是才塞 跟刚才那一位新加坡的女士 一样我也是塞跨境的 跨境的话 他们需要一个时间 帮我们预备一个户口 母户口 我们才能够自己开一个店铺 我对于开店铺 你是在新加坡是怎么回事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现在直接开多个的 你是没事 你在没事 我是没事 我是没事 我没事 我有 我没事 我之前很多年签了 我有店铺 但是已经收掉了 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 可以啊 我没有 所有的跨境 我跟你讲 跨境 所有的书记 全部 你现在刚好有枝虾 你可以用数据来 手巡了之后 再跨境做 如果你之前 没有枝虾的时候 这个枝虾也是 我这个礼拜 才推给 这个整个大卖的群组 之前没有枝虾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本土 你才有经验 去怎样子放什么价 上什么品 在你的跨境 所以听我讲一句话先 不要等 你现在已经有跨境 跨境 的话 赶快做回来 我有关注 我有关注店铺 但是 平正的 其实 其实 Mr.C 其实我有放在 Shoppy 但是我从 我放 我是卖那个 microphone 那个 Wireless的 Bluetooth 卡拉OK microphone 我放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来买 你放多久了 也没有人进去看 我从去年 Covid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要做跨境 4月 然后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人进去买 Amy 你的那个 你跟我讲了 你的是什么 你跟我讲 看你的店铺 我是 我都忘记了 因为没有人买 我就忘记 你的店铺 应该是叫 应该是 我忘记 等一下我check了 拿给你 因为没有人买 所以我把它丢在一边 我看你的店铺 我就大概知道了 OK 等一下 我现在进去看了 为什么我会跟你们讲 会建议跟你们分享 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真的 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 我不敢跟你讲 我的订单多 至少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 是属于大卖学员 我还的也是跨境的 跨境的店 我还的也是跨境的 我还的时候 是999美金 是一样 我也是拿这个配套 999 不过到最后 我就真的 我跟你们说一句话 老实话 到最后真的是 这个marketing 听说 好像我们如果做跨境 它会出现我们的户口 是叫 China Mainland 我用我们旧的户口 是出现local 就好像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 buyer会比较偏向 Mainland China的价钱 他们的户口 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所做的 竞争只有更大 竞争只有更大 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都已经拿下店铺 好的吗 在6月多7月的时候 6月这段时间 我拿到店铺的时候 6月这段时间 你懂 去参加这个Shopee的 跨境店铺的 中国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每一些人 那一个月你倒有几个人去考试吗 你知道吗 4万多人啊 小姐 Miss Gray 4万多人去考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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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需要去考试吗 你要跨境要考试 你需要考试的 哦 其实我们要开一个跨境的 这个店铺是需要考试的 是啊 那么 Miss Gray 你的经验说来讲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开一个local的店铺 好过开 China的 不是 店铺这样子是吧 你要开local的店铺了之后 你才有 数据 才有这个data来support你 你要跨境的时候 你要卖多少钱 你要用多少钱 现在是刚好 这个星期 我开始推动你们支家 花了钱 你们可以找到数据 如果之前没有 这个支家的时间 你问他们 每一个人都不太感动 去动这个跨境啊 你问他们 因为 你 你没有那种experience 你根本不知道 你这东西要卖多少钱 你们只能听大卖跟你讲的 大卖的ERB里面的 大卖给工给的ERB 找不到这些数据吗 他们没有吗 找不到 Mr.C 我的店铺名字我看到了 A Shopee 1 什么啊 A 你看这个 A Shopee 1 Shopee 1 这个啊 还是E E 1 2 3的E 这个 Digi的 这个啊 对吗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不到画面 现在 Mr.C 要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啊 哦是哦 好 老板你先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啊 就看到了 哇 这个是 Jason的声音啊 是吗 看到吗 看不到啊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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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呢 我看 是不是这个 好像不是的 我是 A A B C的 A A Sopee 1 E 但是为什么没有microphone的呢 他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一样啦 User name跟Shope name不一样 你的User name是什么 等一下 我再看多一次 我的User name 没有你 你在你的Shopee App 你按MyShop 就可以看到你的Shopee的store的名字了 它是新加坡的Shopee是吗 对啊 我这边进新加坡啊 Shopee.se 这可能是User name 因为User name跟你的店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很少进去室 没有生意 很久没有人发现了 Jason 怎样啊 你那边 我这边啊 我这边啊 那个 logistic 那个logistic啊 现在处理那个logistic 因为我 发给他们 那个User的那个logistic啊 他们的价钱 他叫我去用13块的 太过贵了啦 然后呢 我说可是Shopee要放3块9毛9勒 他们还没有回复我勒 我的用户名是 我的用户名是 ASOPPER1 A-S-H-O-P-P-E-R 1 A-S-H-O-P-P-E-R A-S-H-O-P-P-E-R A-S-H-O-P-E-R 也没有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啊 不是 其实也是没有人买啦 也没有什么东京 所以我就没有去管它 A-S-H-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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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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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 你今天给你去做到跨境 你也是准备到 第二 本土店没有超过100 你是看都不用看 你更没有可能有机会 followers也少 following也少 chart performance 57% 你这个是 我讲话比较直我跟你讲 你这个是叫做三天赛 两天打一 你最好是不要 三天赛 就是说做东西 没有这样花时间 你一天没有花太过多时间 在做这些东西 你这些店没有人看的 我可以跟你100% 因为我们不会做 所以就是因为放了这个 都没有生理算 我们才去上课 你这个不是关系到 你会不会做 这是关系到你的 你要做Shopee的态度问题 你这个你要做Shopee的态度问题 我觉得不够积极 你如果你去做跨境 你更困难 我跟你讲 你现在首先 你先上到最少要100种 Jason你有看到 Jason你大概也知道 好吗 你想要上100种货 还是什么 最少要100种 100种货物 他这个也是想 他自己想要卖什么的 pattern 他没有看到那个数据 是哪一个比较好卖 这个是自己觉得可以卖的 GOOF wireless 卡拉OK 为什么你要放个挂户在里面呢 放什么挂户 pattern 我是7% 你看啊 我在这个直辖这边给你看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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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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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不到你的后台 看不到你的后台 你这个东西太少 而且东西说明词这些等等 全部 你这边都没有优化的 为什么要空格 为什么要打这个符号 这些 你懂吗 你的这个产品哦 你看 rating 全部也没有 也没有人来看 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人来看哦 因为你都不做那个优化 你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啊 所以你到时 你不是因为 你这些这样子了之后 你就去做跨镜 我只能跟你讲 你死得更惨 你上了一百多种 都没有人要看 跟你上十种 也没有人要看 这样你会选择上十种 你懂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你现在 你现在哦 不要去管你跨镜店的生意 现在先把你这个做得好 你有生意哦 你有赚到一点钱 你才有愿意去投资 更高的东西 不是说今天 你们不要去听大卖跟你讲的 跨镜店一开包 你赚生意 你看啊 我给你看这个数据就好了 这个 OK 我给你看这个 原inside的这个 visitor这个 总数的三十天里面 visitor 你看到吗 OK 五千多人 这个pageview两万多 这个是我的本土店 我给你们看这个 跨镜店 我给你们看跨镜店 看 人数更少 只到出到一单 你看到吗 竞争更大 你不要以为 你门开了 跨镜店 一样都是卖 bicycle的东西 哦 OK 你们看到吗 人数更少啊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因为我开了跨镜店 100%有生意 那个是大卖跟你们讲的 其实你们东西上啊 不够多 不管你做跨镜 做本土 也是一样没有生意 我问你 比方说我现在是卖 比方说现在我是卖 microphone 那我可以再 放个 卖衣服吗 你不要去问说 可以放不可以放 放了才讲 有没有顾客才讲 到时候你有书记 衣服还会卖 还有人要看 那你应该知道 你跨镜店要做什么生意了 对不对 因为我的问题是 我的这个microphone 是我代理 在新加坡 是 不过我跟你讲 五种成品啊 很难啊 你要 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对了啦 如果你是你自己代理 你有做批发吗 有 有哦 那以后你先放在 Shopee上面 全部卖批发 叫批发人 你去上面Shopee点 你就不要再私下去 去对了啦 我教你一个方法 包好的 啊 人家在讲 去Shopee怎么讲 你 你 先联络那个DESICA 之后叫做个group 我教你怎样子做生意 我听不到 因为电话断掉 你讲什么 没有 你去联络DESICA 之后做一个group 我教你怎样子做生意 哦 OK 哦 你这个讲下去很常 另外 另外create一个group吗 还是什么 你粘络DESICA就好了 他就会咬的 嗯 OK 好 嗯 这样 这样Mr.Gway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Mr.Gway 你是讲我现在的店铺之前的那个已经没有了 如果我要重新的话 我的店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我上完了大卖过后 我把它打算 大卖的团体建议我卖什么 怎样啊 如果现在像Mr.C讲了 其实我现在很有空我可以明天开始create一个本土的店铺 那我是不是我要把我的店铺做好了才可以拿这个支架 还是从支架先从里面知道一些数据了我才决定要卖什么 你直接从最基础的开始你懂得用吗又讲ERB吗 ERB 我以前就是普通 我在Shopee卖我从来没有用过ERB啦 但是我因为我本身是学广告的 我自己是可以 呃 就是修复我的店铺那些都是可以做到很好了 但是就是 破远那边我不会找咯 OK我跟你讲 你用本土的 其实它的做法跟你这个跨境的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OK我跟你讲 很简单啦 对吗 OK 你现在我们先讲危险快进的店 快进的店是你没有出本钱 从中国直接寄货给客户 你不需要出本钱 这个是快进的叫做一键待发对不对 是 OK你你level跟他倒下来一个level 叫做本土的preorder 是不是也是从中国拿了之后发给顾客 只不过这个店是preorder 哦 哦 到底不会比较输的那种的 不是不是 你先不要去讲我讲的效果先 它的是不是用本土的店来去做中国的货 也是不要短货的 对不对 是是是是这个也是叫一键待发吗 对吗 是 那你开一间本土的店 你去找每一键的已经有放着stock的 你也是不要放货的 叫他寄给你的customer 这个也是叫一键待发 其实很舒哉 我们 在workin我 我不懂哪里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人 可以dropshipping的 可以做dropship的这些 你才假的当天 所以你错过了我们很多课程 所以你错过了我们很多课程 没有关系 你也是去联络一样 Jesika 你WhatsApp 你去联络Jesika Jesika会给你意见的 OK好 我相信 我相信现在你的这个大麦写了的 我不知道你写到三课 你写到三课 三课还没有讲到很多的重点 对不对 是 是 其实他现在教的很基础 我都会啦 因为我以前有 有做过shipping了嘛 我会这些 后面的 这个普通的那种registration什么 那些都会咯 而且ERP它 最后 还没有教到 他的课程教到最后 就是叫做一键待发的精神 现在我教你的 这个一键待发 怎样子从美来西亚 去找一键待发的supplier 怎样子之后 怎样子去从中国 做一键待发到你的 你自己的现在local的shop 到最终 它跟你开好了 跨境店的时候 怎样子从跨境店去出货 现在你 现在他的店不会给你的 对不对 跨境店不会给你的 对不对 你现在你的跨境店 它不会给你的 对不对 现在一定不会给你的 一定要等到你 差不多读完了 它才给的 对不对 他说一个礼拜了 现在你就拿你的 local shop来练习一下 好 那我 OK 意思是说 你计你的也是一个课程 可以这样子讲吗 我们也是需要跟你报名 然后 你是在卖那个直辖的户口 你供应那个户口 还是供应 好像大卖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都有 不过直辖是直辖 直辖是 只不过直辖是 以前上个礼拜 我还没有推出来的 我是这个礼拜才推出来的 这个直辖可以让你们省很多时间 不然之前我前两个 我跟他们分享的 全部都是要 有电脑才有办法 有数据 现在我觉得 有电脑才有数据 不太适合 大部分的 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学员 因为 很多人都 听了 那个大卖跟你讲说 很容易的啦 你东西上上去 它就会出货的 它就会出单的 你去问这边 里面有几个人有出到单 你们那边有谁 有兴趣卖那个microphone 因为我那个microphone的好处是 新加坡有90多巴仙的歌诞 你这个 你这个 Amy啦 Amy 对 你可以在这个WhatsApp里面去宣传一下 放在APP上看谁要 一键带发了 我可以寄过去给他啦 就是他不用顶货 你这样自己去过来没下 你不够买的话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那个warehouse 什么东西 你都没有warehouse 你要怎样去过来没下 没有什么 warehouse 什么叫warehouse 你没有在 warehouse 他们做得到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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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们有warehouse 可以堵那个货 可以 可以 有足够的那个力量 去送出每一天送出 我跟你讲 你们那边如果有人订的话 我这边直接寄过去 寄就可以了吗 通运吗 没有这样简单的 Amy 没有这样简单的 我从新加坡寄过去给你咯 寄来给我 我再寄给客户 你就已经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就是好像客户要买 是吧 你跟我讲 我就 从这边 我新加坡直接寄到他的地方去咯 你新加坡寄过来 也要一个星期 一左右最快 这个就是叫 be order了 这个item就叫be order了 最快要一个星期到十天 而且他寄的面单 他寄的这个packing number的list 是不一样的 Amy我跟你讲 不一样的 没有想你这样的简单的 你通过Shopee 你所有的出货单 全部要有Shopee的 跟你 他才可以 跟你dotsit的人 才可以收到钱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寄过去 我之前埋下 你现在 这个东西 你先不要去动 你也不要去想先 我相信 你现在的能力 是不能应付的 你听我讲这句话先 你联络了那个谁 我先把 叫你怎样子 把本土的成立做好先 OK 你一步一步来 你现在的正值 因为你连 没有 你连Shopee要怎样子寄货单 你都不知道 我可以跟你 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连Shopee的 processor 怎样的 solution for 那个 reverly 应该你 所以你只要没有生意了 我现在我在卖的 所以你不可以用你的认知的方法 说把货寄到美业下 它很多步骤你还不知道的 不是 之前马来西亚有几个个性跟我拿 没有是用Shopee的order吗 用Shopee的order吗 不是啊 所以不一样 他们现在是要在Shopee上面卖 不是不是 Amy你那种是传统的 你那种是传统不叫一件带发 Amy 你那种是算传统 它没有那个 一件带发的好处 那个竞争 你的做法是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 就是要讲 就一次前往 在现在 对 Misqua你一讲就短 现在觉得就是要一件带发 我是直接 是是因为我以前 我旧的店铺 就是像现在Amy的店 也是这种很传统的 我也是跟Logal的人拿货 我就是自己顿货 然后卖得很辛苦 所以我宁愿停掉 都没有赚钱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看到 因为我自己在Shopee 买很多东西 我都会选Mainland China 价钱也好 速度也好 我很想去拿跨境的户口 没关系 因为现在很迟了 好我想我有留 我有private chat 留我的电话给你 我看是不是可以有 你联络给那个谁一下 你联络那个Jesica一下 我不知道Jesica是谁 我不知道她去哪里 拿她的电话 你的是在WhatsApp的处 等一下我会先在 大卖ERP group 等一下我会先我的电话号 马上那边 好好谢谢 因为我需要休息 你是在大卖ERP group吗 对在WhatsApp的叫 叫Main Yappi group 对对 我在里面 你进那边先 你进那边先 好可以 等一下那些Jesica会 送给你哦 你才跟他失了先 OK 这样今天还有其他 那些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谢谢 Mr.C晚安 OK 这样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明天再试 但是OK 但是那个丁丁没有手机 讨论多了 他们有一个App出来的 没有 你从电脑不要去下App 你用App的就是用电话 好的 它不叫App OK 电脑是比较容易操作啦 你比较容易注册先 不然你用手机电话 它注册不到的 OK OK 我那天给这个丁丁搞了 浪费多 我两个多小时 我手机现在是注册 是注册到了的 只是到这电脑那边 怎样 注册到的话 你如果是注册到的话 你就打这个丁丁 在Google search里面 打一个D-I-N-G TING TOK TING TOK 它就跳出来了啦 它就可以叫你下载了 你看你看 TING TOK 你打TING TOK下去就可以了 OK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链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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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导入 我放在这个 聊天的这个 这边 看到吗 有看到吗 有 你们去下载这个 OK 这样就谈到这里咯 Mr.C Mr.C 谁 Eva 我有分享一个 图片在那个 那个 chat room那边 Ding TOK LIKE 不可以like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这个Ding TOK LIKE 怎么才会出现这个东西啊 是 不可以用 这个like不可以用啊 不可以用 你现在这个也是从电话的啊 没有 这个是电脑的 因为我也 你不可以用这个 下载电话 你不可以用Ding TOK LIKE Ding TOK LIKE 不可以用这个 哦 或者你先从电话去 去用 搜索哦 你用电话的 那个搜索有吗 Google有吗 之后下载 你不要去用Google 那个 Google Play 我觉得Google Play很容易 直接找就有了 Ding TOK Ding 不过我天了 不懂什么情况下 被block住了 一直注册不到 哦 我电话已经下载好了 可是我现在要下载去电脑 我现在要下载去电脑 Silly 我有发现到你今天 也是很快就进到了 这样很快啊 我自己电话弄一下 然后我去scan 那个大麦先给我那个QR Code 然后直接就进入了 嗯 只是你用电话Sign Up 用电话手机 然后Set你的Password就OK了 然后你的电脑就直接 Download Install 然后你就Sign In 你的电话号码一样就可以 哦 OK 它scan在哪里啊 你要先下载那个 它的scan在你的电话 有一个夹了 你进到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夹在你的右上角 那个夹你 你写说要scan的 要QR Code scan QR Code 你要先下载那个 啊 谁给你的那个 他的group的那个什么 你的大麦要P 的group 我们只是去那个 那个Play Store Download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就是找Tintalk 你不要去Tintalk Live 你去找Tintalk啦 你是跑过来的 Tintalk OK OK 我看改天 我要你帮我看一下 我手机哦 我弄不到那个 塑小医啊 他一直弹我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我们才在研究咯 啊 可以可以 等weekday的控制 我再call你 嗯 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啊 嗯 谢谢 啊这样子 就讲到这边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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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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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